大家好,我叫利路修,26岁,来自俄罗斯 我觉得我笑的时候很傻,就是不好看 我本来来这边帮助阿姆和玉京教育他们中文 然后有人看到我,他们说你也得参加吧 我首先拒绝,然后感觉有机会体验新的活动 可以得到新的经验,所以我决定也可以试试看去参加 我想在设计衣服发展,想做自己的工牌 我想代表阿罗斯的风格,阿罗斯的风格 我平时很宅,然后在家里看书,去健身,还有喜欢旅游 喜欢去新的城市,就是比如说我没去过成都,我好想去成都 然后喜欢学语言,我最近开始学韩语,所以会一点点 嗯,动漫,喜欢四网日记,还有Code Gears 对,明星,我没有那么迷人 迷人 啊,为什么你问这个,我不知道 我不会跳舞,也不会唱歌,但是 这段时间我会努力,尽力 所以你们可以支持我,我们一起进步 然后有机会可以见面 我这天对中国很感兴趣,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开始学中文 就去过工资大学,然后学了中文的机曲 然后输家的时候去过复旦大学在上海 住在下海,待了两个月,然后就慢慢学 就这样 我觉得大部分外国人 遇到的困难的地方都一样 就是发音很难,跟其他的外国语言不一样 然后,有很多字要记住,什么什么意思,什么什么叫声,就是妈妈妈妈,就是这样,其他的,我觉得语法很简单,就是这样。 我觉得上海,因为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最大的城市就是上海。 然后,那是我第一次在国外一个人来的,就是自己来的,感觉来了,我来了不一样的世界,就是完全没想到有那么大的城市,那么漂亮的城市。 中国菜有好多吃的,我最喜欢的是,应该是东北菜,锅锅肉,饺子,还有,我经常去吃乱桌面。 我听过很多香港那个,嗯,Beyond,还有,嗯,嘴超,还有,最近听中国的hiphop比较多,还有brothers,就是。 我听过很多东西。